根据中央气象局发布的资料显示 今年第12号台风奥迈斯 22号当天最接近台湾 而当天的上午仍有不少的球迷 为了一堵热气球的风采 做足了功课并且准备好 预备方案关注最新的气象动态 来到陆野高台参与台东的年度盛事 天还没亮台东乡亲就陆续来到服务台取票 准备搭乘热气球 而外地游客在防疫考量下 虽然不能搭上热气球 但还是可以在县制区外观赏 等待立球的那一刻 赶紧拍照打卡留下回忆 22号清晨的天气相当好 让来到活动现场的民众 都能一饱眼福玩得尽兴 而根据气象局的资料显示 今天将是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候 难道球迷朋友们都不担心吗 不会担心 但是其实自己有做了蛮多雨备的 就是雨天备案 所以当我们是看天气去调整我们的行程这样子 对像我们昨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看一下天气的预报 就是说今天早上大概到下午之前都是晴天 所以我们就决定上午就来热气球节这样子 然后下午就可能去一些离市区比较近的景点 会担心所以每天都在看气象 然后都在看那个天气动态 对然后来改行程 如果今天天气不好就改成明天过来这样子 对 我们东部两边都是山 一个海岸山 一个中央在中间 海岸不会啦 所幸老天赏脸 让今天来到陆野高台的民众 没有拜信而归 而前来一堵热气球风采的民众们 做足功课不时的观察气象动态 把握观赏热气球的机会 可见热气球的魅力不言而喻 记载且轮 陆野向报道